《溝片與大片》 歡迎大家收看《溝片與大片》 又是我方春明為大家做主持 今天會講香港製造 是一套作為一個影迷 應該大家都很清楚的一套電影 可以說是香港影史上的一個傳奇傳說 關於這套戲我想說兩點 為何它會成為一套這麼好的作品 而且我可以在這裡宣稱 香港製造這套戲可以說是 整個三十年來香港電影史上 是一個最佳的電影 主要是說兩點 第一點就是 陳果作為這套戲的導演主體性 第二點就是 它有別於一般電影的那種 純粹追求美學的所謂態度 而它是政治性的 而那種政治性正好是針對 剛才所謂的美學態度 而我剛才所謂的陳果作為導演的主體性 這一點 我可能會涉及到關於一套作者論的某些更新 即是理論的再更新 而去放置在陳果這個個案上去看 說回歷史 香港製造是97年的一套作品 為何說它充滿轉奇性呢 其實導演陳果 他本身是一個助理的導演 他在幫忙或是進行一些 在其他的影片廠裡進行剪接 通常都會撿到一大堆沒有用 或者是過期的一些影片 即是非等的 那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還未好像到今時今日這一刻 現在科技先進到 甚至乎好像現在這個節目 其實用DV去拍 還有用電腦技術去調整一下色調 或者去改一下少少音質 就可以很容易地搞定一段影片 但陳果那個時候還未去到這個地步 所以他還要非常 那時候的電影頁 還是非常於依賴這個菲林 但菲林又是很昂貴的物品 因為它的處理方法比較煩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其實菲林是比較異然 又很難處理又要保護 所以是極之昂貴的奢侈品 可以這樣說 那陳果就是在一些片場 和執組一些菲林 就拍了 還有動用某少數的工作人員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聲稱他當時拍這套戲 其實只不過他用了大概 即算他本人在內 那隊攝影隊好像只有四個人 用了一些很少的資金 拍了香港製造的上半部分 他在後來就得到劉德華的幫助 就給了一些資金 令到他可以完成 繼續拍好整套片 在一個層面來看 其實已經可以看到陳果作為導演的主體性 就是有力的程度如何表現出來 因為其實這裡正正可以引去 關於杜魯福的作者論的理論性問題 杜魯福的作者論 其實在今時今日來說 無論是所謂的電影研究 無論是所謂的電影研究 或者是一些比較通俗性的一些電影雜誌 都已經覺得 杜魯福的作為電影去理解的理論 是很有不足的 譬如 如果大家去看杜魯福的一些 一些關於作者論的編章 他只不過是很多時候 將導演等同了一個代名詞 為何這樣說呢 他很多時候就是說 某個導演就拍了一系列電影 歸至於名下的一系列電影 都是有著他的風格 所以我們就可以視這堆電影 為之某某的作品 為之某某作者之下的一些 一些電影的藝術品 但其實是極之粗糙的 而且很多歷史電影史的作者都理解到 其實真正把作者論繼續深化下去的 就不是杜魯福本人 而是一個美國的影評人 所以我不是台灣再推推了 但他將魯福的作者論 放了美國的電影發展史去看 然後很奇怪地 這裏都是一個挺奇怪的 挺有趣的 大家可以想想 就是他將不同的導演進行分類 譬如有一個叫做巨獎級 大師級 痰花宴級諸如此類的一些評價 全部都是針對導演本身的 但為何說這一套的作者論 會在今時今日來說 好像是不受用呢 其實你發覺到 當這種視野放置在今天電影的景況去看 似乎真的不是太受用 為甚麼呢 就是好像說 譬如說 其實現在的電影的器材已經是非常簡便 那些製作者 其實很輕易就可以拍到一段片 根本就不是很考他的所謂的一些技法 一些只屬於在一些舊式的拍攝器材所可能彰顯到的一些技法 譬如舊式剪接機所做出來的蒙太奇效果 當然那種要對你的操作手藝的成熟度 是對比今時今日的單靠程式去進行剪接 起碼是講兩回事 當然我不是這樣說 抹殺了用程式去剪接那種工藝 同樣都是重要的 但是那種工業生產性的味道 似乎是調低了 即是說 作為一個生產電影過程的工序 無論在質上和時間上是調低了 而之餘就是很多傳統式的影迷的蛙言之處 就是面對今時今日的電影 除了拿部電影出來就可以拍攝器 連拍攝也行之外 其實片廠和3D技術 亦都可以這樣說 是替代了這個導演 所以它再進行一些真真正正的實地考察的一些狀態 其實呢 但是你想想深層就是 如果追求一種美學的觸覺 其實可能3D和電腦製的技術 是更加之漂亮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將一些雜質出現的可能性 撤除了 例如魔界那樣 它想呈現一個很美麗的中古世紀 只存在在這個小說的一個夢幻角度 無來現在人類已經將這個地球 發展到充滿了科技物 可能你去一些荒郊的地方 你會發覺地下已經鋪了石磚 根本你都拍不到什麼 為了可以 可以創造一個更加符合於世界觀的條件 可能導演就會選擇去用電腦效果去拍 但問題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到底它生產電影的過程 本身的動力 似乎是不太過 怎麼說呢 不太過彰顯到它的動力 為什麼會突然說一個動力呢 就是 其實我想特意在這裡提出 用一些很古典的邏輯方法去分析電影的提出 譬如 如果我們就是追求 講一些電影究竟是怎樣去構成的話 你又發覺到好像很不足 因為你又忽略了導演或者整套戲的價值觀 但如果你就是 講整個價值觀是怎樣去構成的話 你又忽視了它的物質性條件 譬如它究竟是怎樣才可以拍成呢 所以我在這一方面 還有就是 關於動力的問題 就是 即使你有一個 有一個 推動 即是有一個 有一個 電影制立的一個目標 即是一本劇本 以及一些物質的條件之後 但你都要進行多一個要素 才可以將這兩種 本質上不一樣的素材 可以結合為一體 成為一部電影 這個似乎是一種 強力的推動 這個可以說是一種動力因 最終 這三個因素 最終的一點 即是推動拍攝這部電影的一個 最 第一個原因 可以說是素朱為一個叫極恩 或者大一恩 就是作者或者導演的這個理念 這四個因其實是來自阿里斯多德的死因說 可以這樣說 它非常簡單 而且可以替補到我們視野不足的一些問題 就是 如果是說某一邊 又發覺另一邊又好像把握不到 又好像很滿足於 滿足不到我們想理解整部電影的這種慾望 所以 似乎 阿里斯多德的死因說 可以作為一個解決的方案 好像我越說越遠 但其實 我可以將這四個因說 這四個因 正正就是 其實就是杜魯福的作者論 為何 到今時今刻 是可以繼續使用 而且 在香港製造這個例子 它是非常之好好 很貼切地表現出來 而且 它亦都關乎到 剛才我講的那兩點 其實那兩點 就是 陳果作為導演的主體性 和香港製造的政治性 其實 是一個 不是說一個很差距的 不是兩個 會違以分的一些原因 或者是一些 結果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有一個 共同的 一個共同的關聯 講返少少 香港製造的歷史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 陳果在拍攝這套戲的時候 它的 人力又 人手不足 資金又不充足 而且它是用一些很稽的 一些揮力 但它竟然可以透過一些 這麼劣質的 在物質因素上 一些劣質刺等的貨品 可以拍攝到 這套香港製造 而大家去看這套戲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理解到 甚至乎不是理解到 直覺地感受到 這套戲是遠超 那種劣質刺品的一種限制 它其實已經提升了一度 陳果作為一個導演 甚至乎 這裡講的陳果 其實就是概括整個 香港製造的製作團體 的主體性 是可以將整個劣質的物品 升華到一個 超遠超於它的一個地步 我這樣說好像很圓 但其實大家如果去看一些 反面的例子 我可以明白到 為什麼我剛才這樣說 例如 有一套 剛才我不是說過魔界嗎 Peter Jackson 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都很喜歡拍一些 土製的電影 第一套 它的響多作 也是它第一套的作品 應該是 壞品味 壞品味 它用到一些很像貨 同樣有劣質的素材 去拍攝 但整個走出來的感覺 都真的很 很劣質 很粗糙 而且你會明顯地發覺 它很多的鏡頭運用和表現 都受限在它本身的拍攝條件 因為在背景中 Peter Jackson用了一部 只可以一種很奇怪的 舊式的攝錄機 你要攪動它 攪動它 攪動之後 它只可以拍攝一分鐘的電影 的影片 所以你看到 整個電影是非常零碎 而那些切合位 即是那些影像與影像之間的位置 你會發覺在觀感的時候是非常暴露 但在一方面 陳果的香港債作 起碼來說是兩回事 在一點我認為 是歸咎於蒙太奇 歸咎於剪接作為一個 將影像提升到更高水平的步驟 如果大家有聽過我一直以來講 其實我很歌頌愛心斯坦 因為愛心斯坦 關於剪接的研究 他被人救病說他是過分形式 但其實他那種研究 是不霸佔內容的重要性之餘 他想科學地了解 每個內容與內容之間的組合出來的 一些必然出現的效果 而這些就是剪接出來的效果 那剪接就似乎給大家感覺 是一種後期製作 好像很無必要 但其實呢 正正就是這一種後期製作 這一種好像比較 一些純粹不關乎到拍攝那一刻的工序 其實正正就是可以令到導演去超離到那種局限性 因為你看一下如果好像秦果或者Peter Jackson 或者一些獨立的製作人 每次都想 每次都要拍戲 而他們又沒有一些很好的工具 可以這樣說一下Peter K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那個設備 那如果 這個其實都是傾向於去針對某一種影評的一個 或者有一種 有一種的美學觀 就是對於某一種東西的美 就是它正正是原初的美 即是那樣東西是一種沒有辦法可解釋的一種美 而它本身就是透露著它原初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美感 而它是 但是那種美也都會給一些人類的一個文明 即是現在過度發展的工具理性去沾污了 譬如那種關係就好像人和自然關係 如果你去看一些盤景 盤景其實都已經被人為化了 看一些森林樹木的形狀 其實有一種美感在那裡 即是有些人會這樣認為 但無奈地就被人類的工具理性 即過度砍伏 將它工具化 即將它 將一些美感的東西消失了 那這種看法其實很麻煩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 譬如像陳果那樣 如果它是沒有一些 即或者一些影評人 它是得到一些很劣質的一些物質條件 所限的話 它根本就拍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 但是正正透過蒙太奇 一種昇華性的一個工具 這個其實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 關於好幾集講蒙太奇的內容 就是可以令到那種限制可以超越到 而一點正正就是杜魯福的作者論 在這個問題上是可以有一個適合的地方 因為杜魯福的作者論 如果放置到今時今日來看 確實是一種倒退的思潮 但是如果把它看成一種政治性的表現 你就會發現到是完全兩回事 為什麼說是一種政治性的表現 其實任何的藝術都必然是政治性的 包括香港製造 為什麼說是政治性呢 譬如說一個正如剛才我所說的 好像陳果和一些獨立的製片人 他們的物質條件是受他的生活所限 而他的生活為什麼會受到限制 其實是與社會的資源分流和分配有關係 另一方面 這個就是可以講解到 香港製造的政治 物質因上的政治性 而這一點呢 亦都可以交代到陳果作為導演的主態性 他可以將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但又可以提升到一個更好的水平 說到另一方面 就是香港製造本身的意識文態所交代的政治性 正正也是針對一些所謂的美學觀 因為其實很多現在的影評春益著 其實對電影的看法都是一種去政治的看法 什麼叫去政治呢 就譬如他會視為一種呈現一種純粹 超然性的美感的一個技巧來的電影 他透過一些技術 將一些永恆性 即是那一刻的美就保留了 可以在電影裡交代出來 但其實我也講到口臭 亦都是陳果果的例子 其實電影的真正的誕生 不來至於拍攝那一刻 真正誕生來至於剪接所交代出的概念的產生那一刻 而另一方面 而這一套的香港製造正正是針對 那時候九七回歸的人 即那種青年對於未來的那種虛無感的一種完全的表現 在電影裡大家可以發覺到很多裡面的主人中 將死亡視為一種美感去表現出來 當他們面對這個 他們發覺整個故事交代就是 你會發覺到整套是充滿憤怒與絕望 即這兩種好像截然二分的情緒 不知為何混淆在一起 而裡面的很多主人中 都認為有很多問題衍生出來 但他們又是不懂得去處理 亦不知如何處理之餘 希望通過死亡回避整件事 正正在這一點 其實他已經是彰顯到那種 這種去政治化的美感追求 因為裡面將很多死亡的美學化 譬如裡面所有的人物最終的下場 都是用一種漂亮到死或死到漂亮的場面去交代 而去確保他在當時處境的被保存 因為在那種劣質的環境下 唯一可以保存到自己的靈魂就是透過死亡 因為只有這樣才不能被這個劣質環境佔護 正正交代到陳國是透過呈現當時的這種意識形態 而令到我們可以將這種去政治化 可以有一種很好的理解 但其實所謂的去政治化 本身都是一種政治化的行為 而這個是正正是明白地交代到 香港人本身那種對於政治的取態 而其實除了香港制造之外 97年和那期出現了很多關於這一種交代 即對於97活歸的恐懼 而突然進入一種狂暴或者去追求死亡 不顧一切而去突然之間所謂爆珠的一些劇情 譬如三級片的皮烏薯 有一些外來者入侵 他發覺到自己出現了一個某些令到他生存的環境 會出現了災難性的劇變 但他又不知怎樣去處理好 他用自己的生命去坎坎地去 透過希望可以這樣去和敵人決死的戰爭 而另一方面 除黑的刀都是在交代這個問題 這種死得燦爛的表現 其實正是一種對於忽視問題的最極端的表現 因為他希望透過 因為他死亡也是一種面對問題的方式 但正正因為死亡 他亦都可以不用再去面對問題 而這個亦都可以透過死亡去保留自己的自存性的一個現象 所以無論在這幾個因素裏面 例如動力因 例如導演的主體性 物質因 物質因的限制 包括陳果去拍攝這部電影的理念 還有還有一個因 我忘記了 這幾個因素 《香港制度》也是一個非常合格有餘的作品 所以我希望大家細心地再去看一看 另一方面 我作一作預告 下一集我希望會講吸血鬼 講一個吸血鬼在電影史中的一個概念的轉變 因為吸血鬼其實有一個形象的轉變 由當初一個吸血鬼伯爵 即生人密近 慢慢變成一個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想下一集去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即是重返當初所說的恐怖主題 因為發覺到說了幾集恐怖的事情都沒有說下去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聽 拜拜